现在栽种蔬菜的方式越来越多 很多人喜欢在泡沫箱里种植蔬菜 但有些人却不知道 泡沫箱种菜有毒吗? 一般情况是没有毒的 如果是有添加剂的塑料盒 或者是工厂里含有重金属的泡沫箱 就是有毒的 所以此类的泡沫箱最好别用 由于常见的泡沫箱的主要成分是聚本乙烯 它的结构分子比较稳定 即使在高温或者暴晒的条件下 也难以分解 并且废点也很低 长期放在室外也不会腐烂 同时泡沫箱的透气性很好 对于蔬菜的根系生长 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但是我们在使用泡沫箱栽种蔬菜的时候 切记不要选用劣质且有污染物的箱子 也不能长期循环使用 一般放在阳台上或者太阳底下 暴晒后的泡沫箱子尽量少用 有条件的话 可到专门的门店里购买栽培箱 这样对蔬菜的生长比较有利 还有不能选用回收废旧塑料的泡沫箱 由于它的来源并不清楚 有的是在医院使用过的箱子 里面含有多种的有毒物质 或者工业上用来装用垃圾的箱子 这种箱子对蔬菜的危害是比较大的 所以最好别用 这种箱子对蔬菜的箱子 在这种箱子里购买的箱子里购买的箱子 在这种箱子里购买的箱子里购买他是 Whenever C